谁能想到丁丁波娃的仔都出生20天了 俄罗斯动物园竟然还没搞清宝宝是男士女 生头胎的丁丁波娃母性很强 自从小乌拉出生后就被他当成了西式珍宝 每天把仔仔紧紧抱在怀里不撒手 甚至吃饭时也要一手干饭一手抱娃 生怕一个不留神就会被奶爸偷走 即便面对专门来照顾月子的中国奶爸 丁丁波娃也会毫不留情地挥手去板 但奶爸担心丁丁带仔太过劳累 同时也借机想和他搞好关系 便不顾危险亲自断来蜂蜜水喂给丁丁波娃 原以为娘家人的身份在家混个脸书 奶爸就能成功拿下小乌拉 谁料丁丁波娃喝完蜂蜜水直接翻熊脸不认人 一边护着自己的宝宝一边抬手威胁 奶爸健壮也只能退出受射保住小命 因此小乌拉出生20天后 奶爸们依旧连仔仔的一根毛都摸不到 让一向喜欢闷声干大事的莫斯科动物园急得团团转 为了挽回面子硬是用肉眼观察幼崽的情况 奶爸们倔强表示我的眼睛就是尺 最终得出小乌拉每天增重大约30克 目前体重大约400克体长30.8厘米的质量 奶爸们为增加数据的可信度甚至用上了小数据 然而广大网友的眼睛是血亮的 骗骗哥们可以可别把自己骗进去了 由于奶爸们每天疯狂试探在偷仔 丁丁波娃戒备心更强了 还单方面宣布取消奶爸们的探视权 不过丁丁波娃之所以如此互在 恐怕也与他纯正的野猫血统有关 丁丁的妈妈是野熊孩子爸爸是野熊衣宝 因此当他被选中前去俄罗斯打工的时候 避风侠基地还有些舍不得这只香波谷 丁丁去往俄罗斯的时候才艺最多 成为首支拿着奶瓶外出打工的小家伙 好在莫斯科动物园的生活环境非常适合大熊猫 丁丁来到这里后丝毫没有不适应的感觉 并且在奶爸奶妈的好吃好喝的胃养下 丁丁来到这四年体重就狂飙了40公斤 还和一起来打工的也三代如意看对了眼 在度过没羞没臊的三天后如愿生下了宝宝 只是丁丁波娃的母性如此强烈 不知原方什么时候才能摸到小乌拉了 网友们觉得宰宰会是女宝还是男宝呢 盘点熊猫花花的生气瞬间 女明星连生胖气都可爱到爆炸 平时瓜弟弟和叶最喜欢和姐姐贴贴 但有时花花也会被馋的火气蹭蹭往上猫 这天瓜弟弟懒洋洋靠在姐姐身上吃笋笋 完全没有注意到屁皮压住了女明星的脚 无法动弹的花花感受到脚丫子逐渐麻烦 而看到瓜弟弟还在吃竹子丝毫没有眼意见后 女明星彻底失去了表情管理 上下嘴皮子像打块板一样骂骂咧咧咧 虽然两脚兽听不懂大熊猫的语言 但从频率来看花花骂的还是挺方的 等到瓜弟弟再次凑过来想和姐姐贴贴时 霸王花直接俩大逼斗赶跑叶子 不过有时姐弟俩也会温馨地靠在一起吃竹子 然而这一幕很快就被瓜弟弟打破了 只见叶子拿着一根超长竹竿美滋滋吃着 另一端则在女明星眼前晃来晃去 被闹得心烦的花花直接一个飞踹把叶子踢翻 还抢过瓜弟弟的竹子塞到嘴里 大王花的气势展现得淋漓尽致 因为花花是拥有众多粉丝的女明星 所以她走路时慢慢悠悠非常注重优雅 这天女明星正在路上走着 突然被身后的瓜弟弟撞了个熊羊马帆 气得花花小手拍地转头用眼神制裁叶子 你走你走就你走得快你个瓜娃了 其实花花小时候就非常凶 大王花还会经常去欺负二狗 要知道从第一眼开始 润月就非常喜欢小花花总想着和她贴贴 不过大王花可不是那么好脾气的 只见花花直接大声向饲养员告读 吓得润月直接掉下了木床弄得浑身脏气息 然而大王花做梦都想不到自己居然长不大 于是二狗长大后天天抢花花的损损吃 就算吃到嘴里的也不放了 但大王花虽然不得不认走但脾气还在 当二狗弟恩赐抢走花花手里的竹子时 女明星终于反击了 看着二狗近在咫尺的耳朵花花纯纯了 只见她吭吃一口结果咬偏了 紧接着霸王花又来了第二口直接命中目标 内心当想得意结果就被二狗挣脱了 不死心的霸王花还想再来第三口 结果二狗坐正身子后花花就咬不到了 气得女明星直接咬向润月的肚子 一整个就是耍无赖的小肚子 不愧是女明星生胖气都如此可爱 将爷爷为了让福宝下班有多贴 威逼利诱都抵不过最后的杀手锏 都知道福珠珠是熊猫界出了名的敬业服 每到下班时间任凭江爷爷如何软磨硬炮都不可回家 要问为何不与宋爷爷一起联手实施抓捕 那是因为宋三岁这个老六一下班就跑了 直接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独留江爷爷在场地内一脸的生物可恋 只见江爷爷拿掉福宝手里的竹叶 并告诉他回到家再吃 可小魔王可不是好拿捏的直接给了江爷爷一拳 气愤到胆胆熊口多时想拳拳捶 江爷爷见状决定软的不行拿着来硬 直接亮出结实的肌肉薅住试图逃跑的胖孙女 并把不断挣扎喊救命的福宝抱下木甲 看到静叶福伸着小短腿还想爬上木甲 江爷爷找准时机直接抱起福宝回家 气得小魔王不断挥舞爪子揍了空气两巴掌 由于福珠珠的体重太过腻甜 即便江爷爷爷每天都健身也吃不消 抱着胖孙女哼哧哼哼哼 江爷爷便把福宝放在地上示意他赶紧进去 谁料福珠珠又是抱腿又是试图逃跑 江爷爷无奈拼着老命把福宝拖进门 一元一雄一起被关在门内才算收猫成功 然而福珠珠长大后体重已飞速飙升 江爷爷也没法像以往那样把他抱回去 因此他选择用盾牌福珠训练福宝自主回家 只要福珠珠有偏航的动向 江爷爷就会用盾牌挡住让他无路可逃 就这样福宝被爷爷跟赶鸭子似的赶回去了 虽然盾牌的效果非常显著 但江爷爷觉得有些不太尊重大孙女 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于是当江爷爷再次来叫静夜夫下班时 福珠珠看到爷爷手里没了家伙声 直接蓄晃一枪快速逃离现场 随后被追上去的爷爷一把揪住 眼看自己跑不掉福珠珠使用了招牌技能 而道高一尺的江爷爷顺着福宝翻轨的动向 趁机把大孙女往门口的方向转 晕晕乎乎的福珠珠看到门口竟在咫尺大呼不妙 转身想跑被江爷爷一把薅住往家里抱 但调皮的福珠珠哪能轻易被制补 趁爷爷不注意又猫猫碎碎跑不出来 看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孙女江爷爷非常无奈 只好回到寿舍请出了杀手锦 爱女士一登场福宝抖三抖 最终在老妈的血脉压制下 福珠珠被爱女士低溜着拎回了房间 可见能制服熊孩子的也只有我妈